你會發現雖然這個格式畫滿方便的 因為已經填上顏色 但是其實還是有個缺點 就是你還要捲動 而且你無法自己把那個號碼取出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列個表算了 最好幫我在F藍這個地方 直接幫我把那些號碼就搬到這邊來就好了 搬過來 那怎麼樣可以把號碼搬過來 剛剛我們是直接填顏色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搬資料過來的話 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可以把找到的那個號碼的儲存格 複製資料到指定的儲存格 那實際上複製很簡單 其實在VBA裡面就有一個等號 那等號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後面的資料寫到前面去的話 那這個等號的關係 記得 你就要把後面的這個儲存格寫到 寫VBA的話你要寫在等號後面 那這個目的的話要寫在前面 就等於是把這個等號 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 那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這個問題應該就簡單了 OK如何複製資料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複製一個之後 12號複製過來 它在第二列 可是我要怎麼讓它換到下一列 所以這裡我想到一個方法 這是我想出來的 乾脆我建一個變數算了 變數也只要K吧 然後放一個之後 後面就加一個到K等於K加1 讓它往下一個跳 下一個跳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先DEMO一下 這樣就像這樣 清除掉 這個很簡單 就這樣了 OK 那寫的方法 其實主要是把格式化拿來改就好 改的方法我大概跟各位講 首先一樣 這個的話 我們清除 清除就把它放下面 清除不要簡單 首先的話 這個前七名的寫法 基本上我是直接 大家一樣 這邊按Enter 然後我是拿格式化這個程式 複製過來改 那有哪些地方改動 第一個的話 因為這邊填顏色 可是我不是填顏色 我是要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我剛剛有講過 這個就它裡面的資料 這個得到的就是12裡面的這個數字 那我要放哪裡呢 我要放前七名這個地方 我自己把它刪掉 OK 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前面的儲存格 記得喔 寫的話就一個等號 前面這個儲存格 叫Sales的第幾列呢 第二列 哪一欄呢 F欄 OK 那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理論上這樣應該會work 只是說最後會有個問題 你如果執行的話 得到的結果就是最後一個號碼 39 為什麼39 因為它一直都寫在F2 所以12寫F2 21也寫F2 那一直到3 所以會蓋掉 那怎麼辦 你需要有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說 當這個 你第一次放的話呢 它是2 可是你每放一次之後呢 那個變數必須要加1 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 很簡單 直接在FOR圍圈上面加一個變數 叫做K好了 K的初始值等於2 意思說 你第一次就放在第二列的位置 所以把這個2改成K 但是目前這個數字不會變 那怎麼讓它變 就是當你call一個數字之後呢 把下面再增加一個叙數 叫K等於什麼 K加1 意思就是說它本來2 它放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底下就是把2加上1 存回去到K 所以K就變3了 記得喔 這個運算的方式 是把後面運算的結果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都寫完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第一次放12嘛 加了1之後 那就是下一列 就變放21 然後27 28 33 34 39 OK 有沒有 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這個K很好用耶 也就是說以後 你如果需要有一個 會改變的數字 那你就加個變數就好了 那那個變數你只要知道說 你到底要怎麼變化它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K等於2 就是說呢 它的初始值為2 那我需要就是當它每做一個 這個什麼 資料的複製之後的話 下一件事情就是讓它往下一列 所以K等於K加1 就是讓它往下一列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這應該還蠻直覺的 最後就是再寫一個清除 清除這個範圍清除 有沒有 所以就是forI等於2到8 因為它的範圍跟別人不太一樣 執行一下 這樣就清掉了 OK 所以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把這六個按鈕分別完成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做完應該會越來越有成就感 感覺好像 哇 這個清除掉一下 你會發現清掉 然後顯示 然後格式化一下 這可以清除 然後再把列表 OK 再清除 OK 所以以後的話蠻方便的 那下一個禮拜 我們要再更厲害一點 就是去把所有歷年來的那個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全部抓回來 用爬蟲 不過那個數字會非常龐大 會有點心 但是其實沒那麼困難 就爬蟲而已 OK 然後呢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就有同學 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那個前七名 列表的話 你現在是看到哪一個就放哪一個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這個列表 可不可以第一個放第一名 第一名的話應該是哪一個 第一名應該是這個 就是先放34號 再放第二名 第二名的話應該是哪一個 這其實用眼睛看真的不方便 所以一定要用成 再放21有沒有 34 21 然後再一直往下 也就是說呢 按照順序 幫我放1到7名 這要怎麼寫 如果按照順序的話 那當然方法很多啦 你們可以想想看 不過最後有同學 想出非常簡單的方法 程式幾乎不太需要變動 甚至比原來的程式還更少 甚至不需要K 也可以寫出來 方法很多啦 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想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 是通的 OK 那如果你暫時想不出來 沒關係啦 反正今天 就練習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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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